由网络怪才斯文匹兹编导的2012微春晚视频 抢在央视春晚之前推出并且在网络爆红 优酷网的点击率超过了700多万人次 斯文匹兹将过去一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经典事件编入影片 从毒食品到物价 从李刚大到老人跌倒服不服 让网民惊叹这才是真正的春晚 垄断横行的时代物价飞涨 油价楼市更是高的惊人 民众只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斯文匹兹从网络上收集来的一些歪歌和恶稿视频 重新编制后创作出2012微春晚视频 《农上行》《我爱十字红》《几粮送》等9个节目 针点石壁 借重民众的心声 因此获得网民们相当的好评 许多网路名人 任志强 潘石屹 冯远征等 也都在微博上转发点评 对于网民的好评 斯文匹兹低调回应说 内涵视频 看懂了不要出声 2012微春晚有9个恶稿节目 题材都是取自大陆社会上发生的大事件 嘲讽味十足 朋友们 在这垄断横行的时代 让我们投紧避雷针 来欣赏开场舞《农上行》 大型歌舞《农上行》 谣言者是中国电信 中国联锋 中石化 中石油 电力集团等市场垄断者 组合对唱《我爱十字红》 演唱者郭美美 《我爱五道杠》 演唱者黄一博 《古汉市哨间队副总队长》 请欣赏《我爱五道杠》 曲曲连唱 金剧选段 《道玉和》 《汉酒提》 《碎清盘》 表演者顾公服务院 乐剧选段《曾飞燕》 表演者谢霆荒 张伯芝 双簧精益求精 表演者双汇集团 瘦肉精加肉中 人人夸我 小品心怀鬼胎 表演者井湖轮胎 大型魔术海水变石油 表演者汤飞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 独唱《我为主国歌茅台》 表演者卢广瑜 原忠实话 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脑袋被三人毁了》 《美碧被凤姐毁了》 《脊梁被倪平毁了》 山东快书《脊梁颂》 表演者倪平 请请剧《服不服》 表演者摔倒的老太太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啥事 2012微春晚几乎囊括了所有 2011年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 网友担心斯文匹兹可能会被跨省 斯文匹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种艺术作品 用这种方式让政府相关部门 听听底下百姓的声音 而不是一味的去粉饰太平 营造出一片歌舞生平 繁华景象 他希望这些人抱着娱乐心态来看 不要上纲上线 斯文匹兹的作品还有《我爸叫李刚》都非常受欢迎 另外还有一个和别人合作的视频 痛经的女指伤不齐 点击也超过一千万人次 新唐人记者李婷 孙宁 综合报道